謝謝王教授的介紹 王老師我其實在大學裡面 修過你的徒然要學 不過那時候成績很不好 所以不忘了音效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其實非常高興今天回到屏東 這是我的家鄉 我是屏東 看病人 初中也是屏東中學 高中也是屏東中學 初中畢業的時候 試著要來考屏東石磚 成績不好沒有考上 今天終於有機會進到這個學校 感覺特別不一樣 今天這個報告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我只能夠非常簡單的 向各位做一個介紹 也就是有關熱帶水果 防檢疫的現況還有展望 這個是由我 還有陳玉初共同演出 我只是概表人而已 謝謝 我們關燈好不好 那麼台灣 台灣我們知道 其實是處在一個 雅熱帶的一個氣候性裡面 所以台灣的環境是非常適合 各種植物品種類的發生的 我經常會跟一些年輕的朋友講說 你如果以後下定決心 要塗植品或者塗昆蟲的話 我覺得那個選擇是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一輩子有做不完的事情可以做 事情很多 但是收入很少 就是說其實大疫病不好 但是保證你這一輩子做不完 下一輩子你的子弟還是可以接下去 既從你的移植 繼續在做 因為台灣真的 病從泰的種類非常多 適合 因為非常適合 溫度高 濕度大 所以非常適合 因為病從泰房子的成敗 影響到整個農業的發展 所以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到外面做目發送看看 在外面做目發送看看 那保證你沒有收藏 保證你沒有收藏 所以你會覺得 病從泰房子的成敗 真的是會影響到整個農業的 他的這個心率 那麼在加入WTO之後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之後 其實台灣農業所面臨到的衝擊 我想大家的感覺是一樣的 它的衝擊是非常大 非常大 那麼包括這個農產品關稅要減讓 包括這個市場要開放 那麼當然在不同的方式 有一些用特殊處理的方式 那有些用是關稅配合的方式來進口 那麼有些是開放自由進口 那麼同時必須要削減境內的農業支持 我在基層共工作了20幾年 每一次出去開會 那麼農民提出來的問題 只要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政府要補助 那麼事實上加入法務TO之後 這些都是不被允許的 不被允許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台灣的農業是面臨到 相當嚴苛的挑戰 那麼在講這個熱帶的水果 防疫跟潛力的問題之前 我想把台灣的植物防疫的一個趨勢 做一個介紹 那麼很高興今天我們陳秋嵐教授 他在場 因為他事實上是主導了這個防疫的趨勢 大概2、30年的時間 那麼在1953年那個時候 大概陳教授還沒有 那麼在這個階段的話 就是股閉增產 然後股進新的農藥 那最主要最併從來的防治方式 最主要就是化學防治 左農藥就對了 左農藥 那麼到了1970年代的時候 因為農村人口的快流 那麼留下老肉殘兵 那麼那時候人這個農村的密度 居住的密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那段時間印象很清楚的 就是經常有一些空中私藥 空中私藥 那麼尤其種水道的區域 你也可以看到有些這個預測員 預測員直接面對面的跟農民在溝通 告訴你什麼時候要噴藥了 那麼那時候也請直升機開始 用空中噴藥的方式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成這些方法 現在都沒有辦法被接受 那麼1980年代之後 就是進來的產品非常的多 那麼大家生活品質提高 所以對這個農產品的安全衛生非常的重視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引進了一些 這個概念我其實 我受到陳秋冉教授的影響 是對他那時候有一系列的研討會 影響 這是整合性的防治技術 整合性防治技術就是說 今天不是完蛋的就對了 他說今天三個沒八蛋 一片套不六笑 每一次混了好多手 然後隨便亂噴這樣 這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引進的其他的 非農藥的防治技術 那麼當然加上疫情的監測 預測等等之類 也就是說在最適當的時機 用最適當的方法 來防治病床害 那麼那時候也開始 來開啟這個診斷服務 然後疫情監測這樣的體系 那麼這個體系的話 就是說其實對農民的幫助很大 幫助很大 那麼以前我在台東西農民 海洋場的時候 發覺農民到海洋場裡面去 其實到診斷服務上的次數 是最頻繁的 因為他們問題最多 所以我經常開玩笑的時候 每天他在接客參數位 齁 可能他會說是剛剛什麼事也來的 那麼加入WTO之後 我們所面臨到的一個形勢 我想就是說這個等一下 我會比較詳細的介紹 第一個大概就是要加強疫情的監測 然後推動病重害整合性的共同防治 所謂整合性共同防治就是說 用整合性的防治方法 大家一起來做 他不是說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不可以了解我這個避免去 或者是你這些昆蟲 就跑到你那邊去 那麼這樣所付出的成本 非常高 所得到的這個效果非常的低 那麼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叫建議 我們希望能夠建議起 國外他們所關切的檢疫有外生物 比如說國外國現在的產 那麼我們樓產品賣過去的話 這個蟲有可能傳進去的時候 那麼我們有沒有辦法來建立所謂的蟲翼區 或者甚至蟲和求其次 就是蟲翼區 蟲翼區可能是全台灣 也可能是屏東縣 那麼也可以建立一個蟲翼生產地 生產地 譬如說 不掉不掉就在銀邊鄉 銀邊鄉 也算是果實應的蟲翼的生產地 這樣也可以 那麼甚至蟲和求其次生產點也可以 譬如說 也許我就是幾個果圓 這個果圓是沒有 譬如講 共產果實應的 唐浪 那麼這也是一個應該有利的方向 總而言之 這個等一下我會比較仔細的講 像一層粉提高品質 那麼能夠讓農產品的外銷 能夠 市場 那麼檢疫法官非常重要 就是說不要讓新的運從來再進來了 因為台灣的北韓來 一層粉絲 盡有盡有 盡有盡有 那麼檢疫方面 檢疫方面在加入WTO之前 大致上都是用專家判斷的這個角度 那麼有很多的這個專家學者 然後組起來 然後跟官方的這個行政官員 那麼這些行政官員 他們也具有非常好的這個專業素養 那共和來判斷說 這個美國的什麼東西 它有什麼蟲 我就不讓你進來 譬如說 我是舉個意思來講 從美國來的這個胡蘿蔔 因為它可能帶進這種 黃金線蟲 那麼我們就把它禁掉說 我不讓你進來 這個是當初的一個做法 在加入WTO之前 所以我們也設定了很多 設定了很多的法規 然後定了很多的規定 就是說哪些地方的哪些產品 是不能進來的 必須要禁止輸入 或者是有條件輸入 你要輸進來可以 那你必須要用冷藏的方式 可能在淫度 那麼經過20幾天 那麼這樣能夠把這些 簡易的壘外生物擦死掉 這個是以前的做法 那麼在輸出的方面 我們也是一樣 按照輸出火 也是進口國家 輸入國家 今天我們東西要進到日本去 日本說 你這個東西可能帶進有害的生物 那麼你必須用什麼方式處理 我們就要照這個方式去處理 可以可以稍微談判一下 但是 有時候空間不大 有時候空間不大 那加入WTO之後 這個時候就比較好 有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按照國際的規定 來玩這個遊戲 今天不是說 我說美國 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到黃心獻蟲 我是不讓你的這個 郭羅波進來 那麼美國人可以來挑戰你 你這個黃心獻蟲 到台灣根本沒辦法立體 它是屬於這個涵蓋的一個有害生物 到台灣根本沒有辦法立足 所以你禁止我的話 你就是沒有告你 那麼你如果說 有這個爭議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打官司 打官司 那麼加強簡易的措施 防範有害生物的傳避 這個就是包括 你要入侵或者是傳出去 我們都要加強 那麼你碰到爭議的時候 碰到爭議的時候 你就可以也是一樣 根據國際的規則 打官司 就是尋求這個奏財 造韓MTO的這個 正義委員會裡面去 尋求奏財 所以美國跟日本 經常照來照去的這樣子 那麼今天假設 我們覺得說 美國或者是日本 對我們的韓國的色線 檢疫方面的色線 是不合理的 提不出科學證據的 我們也可以去造他 也可以諮商談判 不成的話就造他 那麼所以就是說 我想就是說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加入WTO之後 就必須要根據這個 SPS的規定 那裡面有一些 最基本的精神 就是說 你是可以實施檢疫 我經常跟農民接觸 以前在改良調查 經常在農民接觸 他就會講說 我們政府要加強檢疫的打官 我們檢疫的打官 好像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你就賣給錢就好了 但是加入WTO之後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讓人家不能夠進來 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科學的理由 就是說 除了把你禁止進入之外 沒有其他的處理方法 能夠讓你進來 然後又不帶進有害的理外生物 這個時候才能夠禁止他進來 而且你要禁止人家進來之後 你要考慮到 如果禁止之後 變成走失更嚴重的時候 那可能風險更大 所以這些都是要列入考慮的 這邊我想就是稍微帶過去 總而言之 就是所謂的SPS SPS的這個主要的原則 就是你這個檢疫防疫 基本上就是需要就可以了 而且應該基於科學的原理 那大家所採刑的這個標準 應該都是一致的 國際通用的 就是調整的 那麼要重整效率 重整效率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到美國去的這個東西 他要求我們要46.5度芒果 46.5度30分鐘 那麼這樣才能夠把裝裝點石營紮死 那麼假設我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的時候 而且有同樣的效率的時候 美國人是不能夠拒絕的 所以這個我想基準原則 那麼同時就是說 你要拒絕人家的東西進來 或是有條件 讓人家的東西進來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非常嚴謹的 風險平伏的一個程序 而且要行之 行諸於人事把它寫下來 人家要問題的時候 拿出來給人家看 所以不是軟脫威的 不是像我們一般的農友在小農 他的生態要弄一個利益 我就不讓人進來 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要這麼簡單 我們要這麼簡單 我們都只要後文化 不要像說國刀一樣 他很多的職務的這個 病從愛的疫情 都是國家新的 這個都是違反國際規範的 他們那時候來講 開會的時候講說 誰先發現新的病從愛 誰先打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說 對他們的這個 農產品的這個外銷 是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個是不合國際規範 我們要透明化 當然定這些 國際的標準 基本上有很多組織 就是在這個聯合國的體系下面 那麼如果是職務保護的話 就是國際職務保護工業的秘書庫 就是所謂的IPPC 定了很多的標準 那麼加入DMT之後 我們就是根據他所定的標準 來來這個遊戲 這個我要講快一點 剛才張會長說 張祖賢張會長說 他時間控制不好 可是內容控制不好 內容很多 那麼講到這個熱帶 假熱帶的水果的話 我心裡沒有辦法仔細的講 那麼其實 其實我也是芒果吃得多 但是研究做得少 為什麼 因為偉人在台東 芒果並不是主要的一個作物 那麼芒果的話 現在目前是我們台灣 栽培面積最多的果實 大概2公分 那麼高雄跟屏東的話 大概就是53% 包括幾個都發給我們兵公 各個的這個所在 這個加入WTO之後 是關稅配合開放進口 評估的結果 主要競爭的國家 是菲律賓、泰國還有澳洲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可以放心的 為什麼 因為菲律賓、泰國還有澳洲 它都是馬路果的種子橡皮筒 還有馬路果的橡皮筒 那麼菲律賓同時 也是菲律賓果實飲的疫區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將這三個主要的進口國家 列為禁止輸入的疫區 OK 那主要病它有碳虛病 碳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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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東西 最討厭的是什麼 所愛的碳虛病 最討厭的是說 它有潛伏感染的特性 早期感染後期發病 早期你還沒成熟的時候 還沒還沒防守的時候 看起來很健康 送到日本去之後 上下之後 開始爽了 這時候碳虛病開始出現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麼這個病跟您說 你需要增加很多的施藥生產 據我的了解 那麼你如果光用藥劑來防止 碳虛病的話 三五天大概要噴一次 大概一個生產器下來 噴著一二十四跑不掉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 大家來看一下 Postophan 那麼基本上它最大的問題 就是抢體感染問題 所以台灣的專家學者 其實也非常聰明 成熟的時候才會發病 那你這個果原到底 和物核標準 送出去的果品 到了日本之後 會不會到時候 碳虛病大堆 那他們這個時候 就想了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 用那個益收生產素 我想農民有一些 產銷班的朋友 在這邊你知道 用鐵頭把它蹦著掉 還沒熟的時候 用鐵頭把它蹦著掉 那麼這時候 它有病 有感染的話 就可以提早出現 那麼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來猜選 看看你這個果原 核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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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果的標準 那麼這個碳虛病 不是日本關瀉的 因為是在關瀉這個病 而是這個病 會影響到你 出出去的水果的品質 所以這個是 異見的偵測技術 那麼據我的了解 這個病 這個技術好像目前 用的不是那麼普遍 倒是有的農民拿來 把它找手 還沒剩下孫子 計算好就把他抓回去 結果 打開 打開 最重要的就是 最重要的研究 被探虛病 最重要的防治方法 就是早期套牌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最好是開花的時候就套 但是這是不可能 最好還沒生於落果之前就套 但是這也不可能 但是總而言之 the sooner the battle Rooting ruler Root up ruler 那麼同時 地面上如果不在於 黑色素 黑色的這個不支度 那 曾東明講這些的說 他在說 他經常說 他在說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要維持好的品質 就是要這樣做 好 木瓜 木瓜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是摸了至少 摸了至少 就是說大家也知道 那麼這個是 本來 就是我們加入法民基因 說是自由進口 自由進口 那麼主要是 新人國家馬來西亞 未必還有蔡國 那麼還好我就是說 你也在這邊你自己看一下 菲律賓 泰國 還有馬來西亞 都是被我們禁止 輸入木瓜的地區 那麼當然 他們會來跟我們吵 所以說 到底你們真的一定要禁止嗎 不能夠有條件的輸入嗎 不能夠用真正的處理之後輸入嗎 所以我想到最後說不定 這是有條件的輸入 好 那麼主要跟他王仔市道的 也相反了 這是所謂農民所說的消長 這是木瓜的文田病 這是由綠國性病毒所引起的 那麼這個病 是我們在台灣 送木瓜的時候 最重要的限制意思 那麼你今天 今天我看到那個包衛軍 包博士在這邊很高興了什麼 因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麼我的同學 葉錫東教授做了非常多 我看這個包博士 是在葉錫東教授的指導之下 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你如果木瓜今天送在外面的話 那些人是笑的 就是忘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木瓜就變成觀賞的而已 看後面 絕對保證沒有收成 保證沒有收成 好 看一下 時間非常有限 這個木瓜長天還算很客氣的 因為這個是後期才感染 所以還可以長這麼大 那如果早期感染的話 其實這個很簡單 根本沒有方便價值 那房子技術的話有很多 那麼這個病我經常開玩笑 我經常開玩笑 我幾個朋友 因為這個病 到現在前途都非常好 比如說王蔡陽博士 就是這個病起家的 基本上是在包含示範學院的總部長 也看多好 葉錫東教授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病 去拿博士 然後現在在國際上 協助地位非常高 所以真的 這個病促成台灣的很多農業 尤其是木瓜外面的研究 那麼用過後來 中文管理的 奈幣品種 台隆五號 洪飛 和西東華國稱為品種 因為它的品質 一直跟不上台隆二號 那麼交路跑路 就是說 用一個比較弱的病毒 然後去先把它接種之後 然後這個比較嚴重的病毒 就不會來財人它 讓它給什麼助理 那麼最進步的當然就是 後來推廣王氏栽培 王氏栽培 現在基因90% 吃飯的木瓜都是王氏栽培 那麼它的病毒 基因的轉食木瓜 這個在台灣 其實已經也成功了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這個問題 那時候葉錫東教授 在做的時候 種到外面去 有時候種的小小的 是被人家 抄抄一抄 所以其實台灣現在 吃飯的木瓜 我在懷疑 很多都已經有基因轉食 就是說 我們的基因 有病毒的基因在裡面 這個想看一下 那這個沒有完全成功了 完全成功的話 這個遊戲就往不下去了 那麼這個 基因轉食的木瓜出來之後 效果非常好 但是問題是說 它要面臨到一個 新的病毒的挑戰 這個病毒就是 這是琉球的品系 叫做木瓜的基液千聞病毒 就是說你現在 針對的是輪點病的 這個基因轉食的木瓜 抗輪點病的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又面臨一個 新的病毒的挑戰 但是這方面 中興大學練習同學 他們一直在面對 而且一直解決得非常好 什麼事情都是在控制其中 那相交的話 我想講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防疫病 最主要防疫病 這是一種土壤性的細菌性病害 那麼最主要的這個 以後的競爭大概是菲律賓 是菲律賓 那麼菲律賓的木瓜 到現在還是不能夠進來 為什麼 因為它是這個 所謂細菌性偽條病 或者是巴拉馬病的疫區 我們這邊也有 王業病 就是所謂的巴拉馬病 就是王業病 但是它的這個 菌的這個 菌系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禁止它進來 但是我如果是菲律賓的話 我一定會挑戰你 如果今天 上班的病菌 是在土壤裡面 對不對 最後 那我輸出的是我的香蕉的果實 你要冒性子這樣合理嗎 這個是以後 以後一定會被提出來的 那麼評估的結果是 認為我們的香蕉 大概內蕉比較有期望 那我是答一個問號就是 真的這樣嗎 那香蕉這個是 黃新康博士他們做最多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就是用健康腫療 健康腫療 同時 同時是抗病的 我時間非常 已經多過太多了 快講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推出來的 最近今年推出來的 寶島教 那麼黃首長是號稱 這是 所有的華人世界裡面 所欲出來 定值最好的香蕉 今年在這個 在這個 高平地區大概推廣了 一千多年前 不過最近 接到了榮民的成群 直接寫到 尤其坤殿檔那邊去 說這個 無人水癮 就是那個 花祭瑪 早期 早期受到花祭瑪的危害 然後還 殘剖 殘剖功 這個就是我們法官不言 這是因為從美國 進過什麼東西 所以帶進了西方花祭瑪 那搞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祭瑪 本來就是在香蕉就有的 那麼聯目的話 我想主要的問題就是 這個我想很快 看過去 最主要的另外一個 看起來 這個問題是在 我們講到實際上 大概是不是 大概是我應該下來 開始 真的是內容控制不好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 準備一些資料 好 那麼大家看一下 聯目主要的病手帶就是這些 那麼目前主要的方法就是說 用化學方式 那麼還有田仙的管理 那田仙管理是農民最 農民最無事的 那麼你到田仙去之後 你看了這個 滿地的這個落火落葉 然後告訴農民的時候 你為什麼把它清一清 然後他會告訴你 我沒有時間 但是我的判斷 他其實不是沒有時間 這是犯法 而且不知道那個事情 很重心 所以其實 家常田仙管理改善田仙 家常管理改善田仙衛生 還有浩袋 化學方式 中午要一起來用 而不是放大 剛才那個 李中文理博士講 說家衛袋的這個 廠商進來看 我真的很擔心 看了以後 走跑 我來 看了如何 從不信心比 為什麼分離太差 真的 然後理由就是佛西看 那麼荔枝的話 主要的問題 大家看一下 主要不一定 這個是一個 如果下雨下很多的話 就會得病 酸子病 你如果下雨下多了 還有灘灶 水分失調的話 裂火 裂火的話 就很容易有酸子病 那麼刺衣病 刺衣病 這個是大小同時 扎實性的一個病害 那麼這個 蟲的方面的話 是荔枝系 這個是美國關械的一個 有害生物 歷子關械的那生物 那麼主要的這個病也是一樣 加起來田間管理 改善田間的衛生 套代化學房子 做的方法 那麼其實說來說去 在檢疫方面 最重要就是這個方法 裂火師營的糖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在中央器官 也是經常接到 有一個層勤 立法員的資金 最多的就是這個病害 那麼我們的農產品要外銷 最大的限制因子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你的木瓜 要出去 你就要拿去檢查 在那裡吹就對了 你的手要在那裡吹 吹一吹化江間 46.5度 46.5度 吹化江間 那我配給 那個人會馬上完整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意思 那這個其實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只要這個這個這個 籌沒有壓下來 什麼事情就耐給中央 什麼事情就耐給中央 那麼什麼事情就要錢 其實我個人的感覺 中央果實印有沒有機會把它撲滅 我個人是認為有困難 但是是有機會的 如果能夠把中央果實印的撲滅 當作是一個全民運動的話 就有機會 日本在琉球 在沐浩 他們就曾經把這個中央果實印撲滅掉 那麼如果把它撲滅掉的話 我們台灣的水果的外銷 當然會比較順暢 那麼說不定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說 還有新的會出來 新的有會生會出來 也不一定 做了很多 你看經常在監測 然後在共同堂制 買東西送給農民去用 那麼農民還發言說 他到底有沒有效果 那麼我們該從改良堂 也非常了不起 發展的這種 你看 那個所謂長效型的 長效型的 那麼這個農民接受都應該會 好為什麼 農民就喜歡看到這樣死一堆在那邊 如果死一堆在那裡 他就很高興 因為 死了一堆在那邊 我們台灣農民有一個習慣 用藥的時候 最好是 看他今天煮 可以煮 三點煮 三點煮之後 他就送了 那麼這個一樣 吸引到一大堆很爽 所以這是他一個好處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聽說 掛出去之後 失竊率偏高 不要比較討厭 不過這就是了不起的成效 當然有很多 中央所使用房子的話 有很多 必須要做的工作 但是我總而言之 就是 一定要變成一個 全民運動才有希望 才有希望 包括豐廢火源 飛行機載飛火樹 還有飛行區域 裝潢的房子 那麼房檢局 目前在宜蘭縣 現在就是在做盤區域房子 那麼在平方縣 其實也在做 這個都是跟台南廠合作 那麼希望能夠建立 其他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走 事實上是有希望的 最起碼不能夠把它消滅的話 把它壓到非常激的水平一下 好 那麼處理技術的話 剛剛大概講過了 我很快的帶過去 那麼我們現在農產品外銷 國外最關懈的 中國最關心的就是 你不能把你的東方果實魚 帶到我的國家來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所處理的方法 現在目前在做的第一個 就是政樂處理 第二個大概就是冷藏 冷藏 第三個就是 你一定要把它熱了之後 再把溫度降下來 那你想一想 我經過這項舌頭的話 事實上是 很重要 我是覺得 對它的品質 還有倉主的壽命 是有影響的 而且就是說 你就說這樣的話 剩下很多的成果 好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 一支怎麼處理 十張 兩天一張 十五張 十五張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 這樣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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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損 結果有朋友告訴我說 你放心 台灣農民用 他先用硫磺去 把他訓一訓之後 給他招牢 那遲早會出問題 兩桃 芒果 生物處理 所以要加來四檔 四十六點五分析 然後把他炊三十分間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目前輸出的方式 立支的話 如果造日本的話 日本人是比較補謀的 就是說 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較補謀 但是加入台灣之后 他也必須要按照我剛才 所介紹的那個原則 來要求 來要求 要不然就是靠他 日本就是不讓美國的蘋果進去 所以有疑伙伴病 而且要求得非常嚴格 所以這一點要再打關係 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不出這幾個辦法 到韓國 他們也有規定亂的干測 就是我們在這 這個處理 然後日本人 我們在要輸出去 到日本的這個水果 那麼日本人每到這個 要輸出的那個時期 就要來台灣 一拍一拍兩個月 那麼這個當然是因為我們台灣 負擔這個錢 然後就在這個包裝台那邊 做現場的檢疫 做現場的檢疫 那這個是 我們看一下蘇宇的情形 那麼 我其實半個 半個月之前才從 法國回來 法國回來是去看他的平火 因為法國的平火也是 是輸向台灣的 那因為他有蘋果布額 有地中海果實飲 所以我們對他也有一些要求 包括你在田間的時候 你這個 你一定要掛這個誘引器 然後看看 你有誘引到幾隻蘋果布額 其中其中 其中 看看他有沒有照這個規定來做 一公尺要掛幾個 這樣子 那麼 包裝的過程裡面 你要選幾個出來 切看餐這樣子 那麼地中海果實飲 一樣 你也是一樣的 你要用零度C大概是12天 或者是1度C16天 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要到台灣來 你就是照這個方法來做 那我們就去現場去查驗 結果發現 我說實在 我去法國回來以後 我對台灣的 兩個方面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在體驗的所謂的 這個休閒農業 那麼你到法國去走一走以後 你會覺得說 台灣的休閒農業真的有希望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你到人家的這個鄉村去看 你怎麼沒什麼休閒 你的創業就很漂亮 什麼東西就很好的 那麼台灣的休閒農業 你說去那邊採口採口以後 其他也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房子都跟每個地方都一樣 有什麼看口 沒有看口 到巴黎去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說 哎 現在是要怎麼吃的 我都是把整個城市這樣 18世紀 19世紀整個完整的保留下來 像說法國每一年有六七千萬的公共客進去 那台灣是要把店舖 有什麼機會 用什麼來自討 好不好 不要說一些負面的話 但是你看到包裝廠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台灣的水果的那個 生產也好 輸出也好 你如果不是 你如果不能夠好好去整合它的話 從那種集團化 企業化的經營方式的話 我看是真的競爭力是不強 競爭力不強 他那個 上面那個是他包裝廠 長得好像那個造幻店一樣 然後裡面進去 真的是要戴那個頭套 戴那個頭套 這氣質的頭套 然後經過三道首席的開選 看過以後 我覺得說 即將企業化經營 真的會帶出一些 有害生物的風險嗎 真的是 品質管制非常好 品質管制非常好 所以我想做一個最後的結論 對不起 我時間拖了拖過了 那麼 就是說 有一些問題 我是把它指出來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 大家要逛口來思考 那譬如說 剛才看到那個包裝廠 它就是 屬於這個 法國果農的聯盟 它們的包裝廠 那這些果農 都是這一個聯盟的股東 你是用企業化經營 然後包裝廠的這個規模 是全自動化的 剩下的 另外有一個缺陷 都挑出來 拿去 拿去打果施 做果施 做加工 好的 才輸出來了 所以它品質非常穩定 那麼 首先一次就是說 我們正在水果防疫檢疫的展望 大概是這幾下 我讓它看一下就好 我們加強這個 是 加強這個 新入口岸的檢疫 還有取締走私 這個非常重要 台灣走私非常嚴重 那麼目前防檢疫 成立之後其實 檢疫方面非常加強 但是它如果走這個 海上的這個 這個 走私的這個 直徑的話 就很難 很難 OK 那麼加強檢疫 有外生的檢查 不要再引進新的有外生 這個也是我們 應該要加強的重點 還有加強這個 地景的系統 吹動整個性的 共產王子等等之類的 然後繼續來研究開發 外交檢疫處理的技術 它有沒有比較正好的 正所成品 成本 然後效果一樣好的 那麼對品質影響比較少 等等之類的 這個就是最後 這個是最後一章 就是說我們希望有一邊 能夠看到 高平地區的水果 真的每一個農民都能夠 應用這種整合性的 融資技術 都不是完全靠噴農藥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 延紀正 他所拍的一個 這個梁桃上面 有這個 掛那個是 是在誘殺 冬桃果實影的 套袋 是為了 發肌捲戀 還有冬桃果實影 那下面的話 要簡直乾乾淨淨的 不要製造病蟲害的來源 那麼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也許像這樣區 這個區的話 也許我 我說不定是特區 在國外講說 我這個就是非疫的生產點 那這樣的話 也許這個東西出去 是有可能不用再 這是有可能的 那麼總的一件事 感謝各位 那撮到大家吃雙飯的時間 非常抱歉 謝謝 謝謝 那麼自己應用之後 比較差的就是